居住在高雄市集的 总共更新数字为330例 我们到昨天下午4点为止 掌握度是到达百分之百 涉及高雄的海军睦目舰队官员 疫调人数330人全数完成 一开始地方比中央还要急 有官兵不配合疫调 市长韩国瑜一度说出重话 要开罚 多次的呼吁 而且拒绝疫调配合的 所有的官士兵学生 必须要接受 否则我们今天下午5点 已经要开罚 韩国瑜才说要罚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曾始终立刻翻出条文 告诉高雄市府无法可罚 不代表说这些人 是在法定义务要接受调查 拒绝疫调要开罚 除非他们是我们的一个确定病例 或者是极可能的病例 那否则不适用这43条 或者就是说我们第67条 虽然不符合法则 但中央还是愿意伸出援手 说也奇怪 就在24号傍晚5点前 不配合疫调的都配合了 中央地方不同调的 还有这一点 针对医护人员 公司这种的态度非常清楚 他们自己觉得需要去筛选的时候 是自愿性质的 我们愿意把费用 帮他们来出 我们市政府这边 挤出一个预算 必要性 我觉得是不见得有这必要 扩大裁准的对象进来 裁准的费用 都是由我们编列费用 来予以支付了 市府说要挤出预算 中央说不用 一切都是中央编列 看来高雄市府想要抢先 有动作 恐怕都得先听中央 说了才算数 记者红夫人 陈胜一SNG小组 高雄报道